我們要來找一個 發竊、發竊的 高雄更體型 在高位 面對阿妖的防守 阿妖馬上就回到場上來了 地板給球 Benson 對了一排之後 球進 中端的價值 他可以找到最適合的隊友 像這一球 說著說著就來了 地板傳球 Thank you very much Benson 他說沒有啊 我今天沒先發 那個是阿妖 結果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跳到籃底下 雙手塞進籃框 其實上個罰球線 這種沒有人干擾的情況下 如果你可以拿下分數的話 對團隊會是一個很好的打鼓 Benson來了 他還是可以做強行的出手 因為他的身高 加上他的出手速度跟流暢性 都可以幫助他 其實你只要一點點的空檔 他就有把握的成功命中度 Benson 差滿得分 在籃下打得相當強勢 是當對方第一拍去做攻擊的時候 你有沒有上身體 去讓他在速度上面 或者是說成功率上面去 那 反觀 林航員這邊也是兩分球命中 主著一 徒姬 來到底線 Benson 繞過籃框 漂亮的單打動作 哇 打得 雙方差三分 李航元又把李賢要了回來 上半場的比賽剩下最後三分鐘左右 Benson 第一位單打 好投 有了 藍底下Benson 很像被包夾的情況下 把球給出來 一對一的機會 轉身 兩分第一波被擋下來 第二波再放進 競算加拔 F1 犯規也都沒關係 這也是Robinson 看到這次的要求 哇 Robinson知道自己有犯規麻煩 目前背了四次不能再犯了 又是閃過了Robinson 單手爆扣 對 如果說Robinson 外圍的跳投 進攻籃板在Benson手上 強打進去再次得分 所以感覺像是要維持一個進攻戰的節奏 Benson 第八分進場 我想要把機會製造給Benson Benson 在臨陣的臉上投一個中距離 好 好 難磨 拿球 高難度出手 在三分線外 沒投進 這樣比賽也告一段落了 最後的比數是101比94 由來犯的桃園領航園踢館成功 拿下今年球季的第三場勝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